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然皱了皱眉止住了话头 这人还需严加探访 今日就到这里吧 他站起身来朝电外走去 因这对话结束的有些突然 叶华与店中众人都愣了一愣 刚才起身李宋 连宋望着东华远去的身影 今日他穿了件格外宽大的紫色外场 颜色有些沉 一百亿有些长 在林霄宝店富丽堂皇的流金白玉砖上缓缓划过 连宋静觉得他的背影看起来无端的有几分萧索 他望着那个背影出了店门 转过丹臂 晃了一晃便不见了 不由心中一动 也跟了上去 他果然在太成宫外堵住了东华 正要抬不进去便被东华伸手拦住 可是 连宋折衫一展说道 帝君莫非在太成宫中藏了什么不成 连我等进去做作都不许 东华无声表情的说 稍后我要外出 便不留你了 听到此 连宋要想因是要去避海苍林 关心到 凤九情况如何 他见东华面色白了一白 顾莫是戳到了伤心处 便好言安慰了两句 有折言再总有办法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若有差遣之管吩咐 东华琉璃样的眸子望着他 平静无波的表面下 似有暗潮涌动 他觉得分外熟悉 连宋不知怎么就想到了 东华开启星光绝界大战秒落前 与凤九因误会而分离的那两百年里 他隐忍而沉默地翻遍各界找寻 又隐忍而沉默地背下应对之策 彼时他便总是有这样的神色 不 还是有些不同 那时东华的隐忍中带着决绝 谋中光滑浅淡 如天目低垂时的最后一道悬光 而此时 东华的隐忍中有着坚定 冷阴的外壳下似有热言翻滚 连宋知道 他必然是做了什么决定 有心了 东华略点了点头 低声说了句 转身便进了太成功 宫门在他身后缓缓闭上 连宋说了折扇 再掌心敲了两下 不甘心就此离去 又不好去听闭脚 在宫门口多了两圈指的回转 他走到半途又折到私命处去转了转 指望能从九重天的八卦全书那里听到些什么 隔了几日又是一次大朝会 四海八荒各家卫军者具有道场 独青秋与魔族空缺 今次朝会开始了三刻 东华方才姗姗来迟 对于见惯了他随心所欲 行踪不定的五族众人来说 这也不算奇怪 毕竟自谢了天地共主之后 他老人家就少有出现在灵霄宝殿的 可对于知晓他近来次次不落 拎着妖族近况的连宋来说 就很耐人寻味了 众人一边攻身行礼 一边偷眼打量 位于八卦中心的东华帝君 心中满是好奇 不知道里发生了什么事实的帝君 近日都截然一身出现在九重天上 奈何帝君双目微垂 坐于上手紫荆坐上不动如山 除了听到南荒作乱势力 有一栋集结冒实略台的台眼皮外 其余便入定一般再无动静 憋了一肚子小当消息的众人 只得说会探究的目光 打电起精神认真听天君叶华号令 连宋心头疑惑未减 那种莫名的违和感还在心头盘缓 他觉得有些在意 他料想朝会后东华一定又会先走 便索性见走偏锋 寻了由头早一刻离了林霄宝殿 到太成功门口来蹲守 果然 不消一会儿 紫衣银发的身影 便转过太成功的一座工墙 往这边而来 连宋忍了两分得意 便是要捉东华个搓手不及 且看他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东华一步步走近 到他跟前步足五步处停了下来 连宋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 感叹还是帝君法力高深 正准备打着哈哈现身 却见东华突然脸色一白 身子没来由的晃了晃 他就这眉眼嘴嗨了两声 身形一闪便消失了 连宋一愣之下当即醒过神来 怕他有事 紧随着东华入了太成功 太成功内殿 缭绕的白潭香气中 东华正端坐桌前 一手执了本佛礼书 一手端了杯茶 丛林执了丙浮沉肃立一旁 东华见连宋急冲冲进来 眼风一转 打去道 连三殿下贼有空闲到我这里私混 东华 你不是 连宋一脸疑惑 迟疑道 你诳我 东华戏谑道 若非如此 怎叫跟踪人的小贼漏了行藏 连宋没想到是这个理由 他张了张嘴道 我不过就是想瞧瞧这太成功里藏了什么 他抬眼把这理理歪歪都端向了一遍 又绕着店内转了三个圈 什么也没发现 见东华似笑非笑望着他 连宋不服输的挣扎 直觉告诉我 肯定有什么 他盯着东华淡定的表情 却也瞧不出破绽 不甘心就此错过 但又却然没有理由在此徒徨 末了指得样样的走了 连宋刚出的太成功 方才还一脸悠闲品尝的东华 就神色已变 背闪尚未放下 一口吃筋鞋已吭在了桌案上 他捂着胸口 额上冷汗层层 丝毫不见了片刻前的轻松模样 一旁的众林扔下手中浮沉来扶他 帝君 您为何要瞒着三殿下 东华疼得有点厉害 脸上分毫血色也无 他咬着牙道 让人知道 也于是无补 可是 众林胶着的声音里带着丝哭腔 您总得让药王来看看 或者我去请绝言上神来 东华立声打断他 此事不许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记住 是任何人 他见众林一脸担忧 不由放缓了语气道 无需担心 再过一阵 再过一阵就好 自打做了决定 几次朝会东华都来去匆匆 就是不想被人看出端倪 他原以为凭自己多年隐忍的本事定能熬住 谁知还是错估了形势 近日来伤势不仅未遇反倒有些沉 他游记的半月前从朝会回来 第一次因体力不知昏倒在书房 把重林吓个半死 几乎要惊动大半的太成功 要不是他醒得也快 此时怕是连整个九重天都要传得沸沸扬扬 自那以后众林就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他犹犹豫豫地问过 地后和小殿下怎么没回来 东华只告诉他会回来的 此后善于听话音的重林便再未提起这话题 却和这少了两位主人的太成功 一般也变得沉郁了许多 东华见他如此 并不欲解释更多 有些事 无需让不相干的人知道 因为知道了也无益处 也无需让亲近的人知道 因为知道了只会徒增烦恼 更无需让别有用心的人知道 因为知道了便要横生波折 时机到了 一切自然就清楚了 而况 正需要他解释的那个人不在 他也无需顾虑什么 今早上是发作了一回 朝会去的晚了些 回来又一时不察 尽叫连颂撞破 倒是猝不及防 他知今日之事 以连颂的聪明也瞒不了多久 但能拖一时是一时 于渺落之战迫在眉睫 再过几日他许也就分不出精力 来管这等琐事了 忍过一阵难受 东华作与踏上掉些了片刻 略恢复了些精神 预计近日自己的近况 想到将要应对的战事 他觉得却有必要多花些时间来弥补修为上的亏损 于是匆匆走了一趟碧海苍林 但确认凤九在灵泉中无恙后 便主重灵窃客 闭关了五日用一条西 东华远想 线下风云变幻 波绝云鬼 他定的五日之期不算长 但五日后会迎来什么却很难讲 说不准战事遗弃也未可知 他虽有此准备 仍未想到 第一个见到的却是一脸胶着的折眼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还有